歌手周慧,小崇与指挥家简文斌首度合作,融合流行歌曲与古典交响乐,将于今年2月24、25日携手在高雄举办跨乐为舞婴演唱会。 曾与许多当红歌手合作的小崇,今30日出席售票记者会,提到神隐25年,一度传出失智症的好友陈淑化。 他大方表示去年才刚见面,我去他的生日趴,他状况很好,我很开心。 现年65岁的陈淑化,90年代以梦醒时分,滚滚红尘,一生守候等经典歌曲走红乐坛,轻柔歌声为晚道近女性感情沧桑,深受歌迷喜爱,专辑销售量惊人,且两度获得金曲奖最佳女歌手肯定。 无奈1998年后,陈淑化受到母丧影响心情低落,决定退出演艺圈,只在2003年接受过陶金莹的电话访问,从此销声匿迹。 这20年来关于陈淑化的传闻不断,2007年他一度被狗仔偷拍到戴住眼镜,看住布告兰喃喃自语的憔悴模样,因此传出罹患失智症。 不过,小虫这次为好友澄清谣言,透露对方状况不错,面对歌迷判命敲碗希望偶像再开金嗓,他文言表示,越敲他越不愿意出来,不要敲他就出来了。 同样65岁的小虫则保养得不错,他最近靠住不吃宵夜、不吃淀粉等原则。 有空就到公园散步二小时,花三个月瘦了七公斤,穿了下以前的衣服,不用再买新衣服。 由于这场跨乐为五营音乐会适逢小虫出道40周年,对他来说别具异议,被问到是否想办个人演唱会。 小虫表示,我很怕在台上唱一唱就爆哭,因为先前任贤奇的南京演唱会我有趣看,他在台上唱我写的心太软,结果台下大合唱。 当时我真的哭到不行,现在提起陈书画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谁,但是他那些经典的歌曲至今还是KTV必点曲目,比如梦醒十分滚滚红沉稳等,这些大红歌曲都是他唱的。 陈书画的歌唱实力一半是天赋,一半是努力。 1958年出生,8岁的时候参加儿童歌唱比赛得了冠军,9岁签约公司,15岁发行个人专辑,这样的天才少女的实属难得。 陈书画也没让人失望,24岁那年他发表了西洋伴我归个人专辑,成为当年台湾卖的最好的专辑之一。 跟你说听你说更是成为台湾音乐史第一张破百万销量的专辑唱片,主打歌梦醒十分红遍全国,至今都与张学友的吻别一起被称为台湾最卖座的歌曲。 很早的时候李宗盛就一直非常欣赏他,并且为他写歌做专辑,罗大佑找他合唱的滚滚红尘,成龙大哥在首次唱歌时就邀他对唱明明白白我的心。 要说天后这个名头,陈书画是绝对当得起的,从小就展现了在歌唱上的天赋,加上陈书画的妈妈从小对她的悉心培养,陈书画能有今天的成就可以说离不开她的母亲。 不过对陈书画来说,自己的成功离不开妈妈,但败也是因为自己的妈妈。 陈书画自八岁起就参加各种歌唱比赛,因为年纪小,母亲成了她的专职助理, 打理她身边的一切事物,陈妈妈担心女儿受伤害,时刻陪伴在女儿身边,从工作到生活,一切都不需要陈书画操心,她全部一手包办。 陈书画九岁时,就签约了五虎唱片公司,开始筹划专辑。 十三岁时,她就开始在中式的金曲奖和蓬莱仙导两档节目中固定演出。 与此同时,她还需要去参加各种演出,上学的时间少之又少。 陈书画没有从学校到社会的过渡,没有独立地去处理过人际关系,也没有形成独立的社会型人格。 可怜天下父母心,陈妈妈的做法虽是因为爱,但却用错了方法,因为她完全没有给女儿成长的机会。 1973年,年仅15岁的陈书画就发行了个人专辑《爱的太阳》。 当时的台湾民歌盛行,陈书画的这张校园封专辑并未引起很大的反响。 但业内的很多人却已知道了这个小女生的实力,很多电视台纷纷邀请她去做嘉宾主持。 陈妈妈始终陪伴在侧,不允许女儿和外人接触,工作完就要马上回家。 即使身处娱乐圈,陈书画也从未和陌生人接触过,从未看到过娱乐圈的污秽。 在签约滚石唱片之前,陈书画一边做主持,一边发行专辑,忙得不亦乐乎。 《一张夕阳扮我归》让陈书画走红,这张唱片成为台湾当年最卖座的唱片, 也将陈书画捧上了台湾电视金钟奖最佳女歌手的位置。 她的生活中,除了家人就是妈妈,险少有不熟悉的人出现,妈妈担心她被带坏。 陈书画也不喜欢和人交流,曾和她共事过的人都评价她,很安静,很高冷,不爱讲话。 其实,不是她不想交朋友,只是她不知道怎么做,也不是她不想和人交流,而是她不知该如何开口。 1988年,陈书画加蒙滚时唱片,在李宗盛的操刀下改变以往的风格,连续发行了《滚滚红尘》和《梦醒时分》,迎来了人生中的高光时刻。 那些年,她是张曼玉,林青霞电影主题曲的演唱者,她是和成龙合作唱明明白白《我的心》的幸运女星,她还是万千人喜爱的女歌手。 那些年的《滚滚红尘》、《咏春》、《青蛇》、《东方不败风云》在其等知名电影的主题曲,都是出自陈书画之口。 陈书画的歌声干脆利落,每一个音符从嘴巴里跳出来,带着一种温和又不可违抗的力量,仿佛一种倔强而疼痛的坚持。 陈书画唱过《独立白领的心事》,唱过《潇洒不羁的人生》,唱过《现代女性的坚强》,却唯独唱不尽她自己的人生。 尽管已经成为歌坛的巨星,尽管已到儿立之年,可陈书画依旧没学会独立。 以前的同事曾爆料,陈书画在办公室时,陈妈妈会随时在侧,女儿喝一口水,她就赶紧去到,女儿想喝鸡汤,她会在家炖好拿到办公室, 随时伺候,女儿去一趟卫生间,她也会跟随前往。 生活中,大到买房买车,小到吃饭睡觉,师无巨细,皆是陈妈妈操心。 事业上,大到换公司签约,小到和人周旋,和同事相处,依旧是陈妈妈把关。 陈书画永远是安安静静不说话,任凭妈妈一个人处理身边的一切, 陈书画的安静和陈妈妈的长袖善舞,完全是两个极端,很多人都难以相信。 这样一位风生水起的歌坛天后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巨婴和妈宝。 小时候妈妈管吃饭,穿衣,梳头发,长大了还要管签约,唱片,演唱会, 就连郊游也被限制,失无巨细,全部包揽,生怕她哭了累了委屈了。 既是妈妈又是经纪人和助理,不过这样一个过分疼爱她的母亲却也毁了陈书画的人生。 在母亲紧密怀抱下成长的陈书画性格内向脆弱敏感, 过于保护女儿的母亲更是严格掌控着女儿的恋情。 陈书画的两段恋情均是因为妈妈而失败, 第一段是妈妈不喜欢对方,陈书画听从妈妈的意见分手了, 第二段妈妈同意了,但时时刻刻都要跟在女儿身边, 上班约会寸步不离甚至偷偷跟踪,男方接受不了便分手了。 陈书画也曾试图反抗,但还是失败,继续当妈妈怀抱里的小绵羊。 陈书画父亲曾劝说,希望他妈妈能给女儿多一点独立的机会, 却被妈妈拒绝,情感不顺,内心脆弱, 行为和思想被禁锢了多年的陈书画病了。 他内向自闭更严重,还好妈妈一直鼓励他安慰他。 就这样陈书画一直未婚到40岁。 1997年,在事业如日中天之时, 陈书画因务实含有安非他命的减肥食品, 导致身体出现问题,歌唱生涯不得不中断。 对陈书画来说,那两年是他人生的谷底, 身体刚好不容易康复并且才发行一张专辑《失乐园》的时候, 陪他生活了40年的妈妈不小心摔倒, 后来再也没醒过来。 这无疑是致命打击。 陈书画的生活失去了支柱,陷入迷茫, 正是从小被妈妈保护过度, 导致他根本不懂如何在社会中独立生活。 生活不能自理,也不懂与人打交道, 更别说签合同谈生意。 陈书画的世界崩塌了, 那时候他患上了抑郁症, 他选择退出歌坛, 与外界断绝一切接触和联系。 就这样,一代歌坛天后消失了, 2009年他在自家楼下被拍到一脸憔悴, 眼神空洞,面容沧桑的样子, 一度传出陈书画精神失常的消息。 2010年陈书画的父亲证实了陈书画病重的传闻, 一众好友和李宗盛也没办法再让他振作, 其余也曾在采访时透露陈书画因为自己母亲过世打击很大, 想必那时候就已经在情绪和生活上产生了问题。 时至今日, 陈书画没有结婚, 也没有出现在公众面前, 有网友称陈书画得了老年痴呆, 也有网友表示他现在一心向佛, 不过就在不久前, 有台湾演员分享了一张疑似与陈书画的合影, 还配文, 遇见也生陈书画了, 还透露他连名字都改了。 照片上的陈书画看起来微笑面对镜头, 岁月静好, 但双眼无神, 而且苍老了不少。 随后这位演员否认他就是陈书画本人, 称只是长得像, 但网友们纷纷留言相信他就是陈书画。 无论怎样, 这位曾经的天后为时代留下了许多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, 只是就这样过完一生确实令人惋惜, 希望他能身体健康吧。